Hello,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观念叫做商业模式图 那么在这个观念的背后 我也会推荐两本相关的书给你参考 那其中一本书是我个人最喜欢最喜欢 应该是排名前十名的一本书 每一年我一定都会看着那本书再读一次 然后再做一次里面的练习 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个观念就是商业模式图 以及这两本书我觉得都很适合大家 放在新的年度的一开始 可以来做一下这本书的练习 那这本书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 我自己给它的标题 我自己对于这个部落格文章 或者说我对这期Podcast的标题 我就把它定为 用这张图就可以翻转 你人生和职场上面的标准答案 那么商业模式图也是对我自己影响 非常深远的一个观念 在两年半之前 我开始建立部落格的时候 其实就是透过这个观念的一个调整 跟我对自己内心的一个省思 然后呢 规划出一部分的策略 照着这个策略持续的去执行 那每一年都会重新的再来 检视一下这张图 稍微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两本书对我来说改变非常的大 然后啊 最近我就被蛮多的读者 问到一些问题 我就觉得那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 来跟大家分享这两本书 好 这些问题是这样的 有些读者会问我说 我该如何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呢 或者有些读者会问说 我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优势 或者我该培养哪些专长 那么有一些读者也会跟我聊到说 那我适合现在自己的职业吗 我该继续在现在的工作 持续的发展吗 或者是说 我适合自己转行 然后或者自己去创业吗 那这些问题 其实我曾经都有过 刚刚说的那每个问题 我自己都有过 都让我很困扰 那么我透过这两本书 尤其是商业模式图的这个概念 帮我厘清了这非常多的困惑 所以我才会说 每一年我都会重新的 再读过一次这本书 然后再做一次 商业模式图的练习 就是为了帮我去厘清 刚刚的那些问题 让我自己对于未来的方向 掌控感会更高 在接下来呢 我就分享一下 这两本书的名字 那我再带到 商业模式图这个概念 好 这第一本书的话 叫做获利世代 英文是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获利世代 其实它是教我们说 这个商业模式图是什么东西 以及呢 它可以把那些 很复杂的一些商业元素啊 画成这张商业模式图 让我们去理解 像是在获利世代里面 就分析了 包含说Google 包含说乐高公司 还有Skype 等知名的那些公司 他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把这些公司的 营运模式 他们的商业模式 把它画成这张图 让你一目了然的知道说 原来经营一个商业 经营一个企业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去创造价值 去获取价值 去传递价值 那么获利世代 就是让你可以 很清楚的了解 商业模式图 在我们真正世界里面的商业 是怎么样去使用 那么再来的话 第二本书 叫做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那这本书跟我们自己 会比较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就很像是一个 商业模式的个人探索板 就等于说是我们 把商业模式图 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他邀请我们读者 把自己想象成是 一间商业企业 那去思考自己的 商业模式图 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说 如果你是在人生里面 不管哪一个阶段的读者 你只要透过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这本书 它一个渐进式的引导 一步一步的去做 然后呢 它也会提一些 真实世界的一些案例 你就跟这些案例 去做一些搭配 然后去做一些联想 你就可以很有效的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 很独一无二的商业模式 那么也是因为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这本书 让我算是彻底的了解到说 我们其实对于个人的经营 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经营 是可以去把它当成 一家企业的方式 用一个商业模式 去做经营跟规划的 所以这本书也是让我 就是很彻底的了解 这个概念之后 对于自己本身的优势啊 或者说我能提供什么价值 我能怎么样来传递 跟获取价值 这个部分 有人很清楚的了解 然后这个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这本书里面 有一句话 是我算是 一直记在心里面 而且现在也跟着我到现在 未来说不定 也是持续跟下去 那我觉得这句话 算是改变了我 对于整个人生啊 或工作 生活上面的一个看法 这句话是这样的 他说呢 梦幻的工作 很少是透过 传统的求职方式得来的 他们更多 是被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去找到的 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创造 则需要很深入的自我认识 所以这句话 让我对于 真的自己的一个梦幻工作 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 以前的话会认为说 好像我就要找某一个职位 找某一个公司 找某样的工作内容 那可能会找到一个 是属于自己的梦幻工作 后来我在读到这句话 然后呢 做书中的练习之后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象 因为真正你心中梦幻的工作 完全客制化属于你的 或者说属于你自己 符合你价值观 符合你人生观的工作 其实是可以被你创造出来的 那这种创造 不一定是说 你要从无到有创造 你也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 再提供给现在的工作 新的价值 或者说去经营 额外出类旁通的 一些新的领域 然后创造出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 能够在市场提供出来的 一个价值 那么也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说我在自己的 算是部落格经营啊 或者说在职场上面 之前带团队的一些经营 我都用这个方式去思考 像之前我在公司里面 所经营的团队 其实它比较没有一个 标准化的一个模式 是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团队 经营着什么样子 你一定要跟谁经营的一样 我会去思考的是说 我能够在本来一样的基础上面 能提供给公司什么样新的价值 什么样新的一些这个帮助 所以呢 我会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去仔细的思考 就不会陷到说以前的框架是什么 以前的标准是什么 我只要照以前的去做吗 或者说我可以创造出新的价值 跟提供新的东西 那么我在节目的后面 我会分享一下 在这个我个人 还有在公司上面 我用这个模式去做了哪一些的练习 好 那么接下来我先来聊一下 说商业模式图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英文字叫做business model canvas 商业模式图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呢 是把任何的这个企业啊 他们在执行商业的这个营运上面 把它拆解成九个很关键的环节 九个环节 那把这九个环节的这所有的资讯 写在一张图上面 那让你一目了然就知道说 哇这九件事情 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 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 那第一个环节叫做key partners 叫做关键的合作伙伴 也就是说在你的商业模式底下 谁能够帮助你 你的合作伙伴是谁 那第二个环节叫做key activities 叫做关键活动 关键的活动就是说 你这家企业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做哪一些关键的活动 那再来的话第三个环节就是key resources 好那key resources就是叫做关键资源 你拥有哪些资源 你是谁 你本来有哪些优势 就是你的key resources 再来第四个环节 叫做value provided 你可以提供的价值 你的价值主张是什么 最核心的就是这一块 你要如何帮助你的客户 你要如何提供价值 就是这边的价值主张 再来的话第五个环节叫做customer relationships 就是你跟顾客的关系 你要怎么样跟顾客互动 你跟他要怎么样建立关系 那再来的话这第六个环节叫做channels 也就是通路 在这个任何的商业模式底下 别人要怎么知道你的公司 别人要怎么知道你可以提供什么东西 你要透过什么方式去提供服务 你的channels 你的通路是什么 再来第七个环节就是customers 也就是你的目标客群的啦 你要帮助的是哪些人 你这个企业要提供的价值 是要提供给哪些人呢 OK这个就是customers 那商业模式图的这最底下 有第八跟第九个环节 就是第八个环节叫做cost 就是成本结构 你要付出什么东西 你在经营这个企业 你需要付出什么 你的成本是什么 那最底下最右边的是 这个revenue and benefits 就是你的收入跟好处 你会获得什么 你提供了这些商业价值之后 你会获得什么价值 你会获得什么好处 所以这九个环节呢 组合起来 就是一张完整的商业模式图 那这商业模式图 你只要把它厘清之后 对于任何的公司 你可以用这九个模式 九个环节 把它们拆解完之后 你就知道说 一家公司是怎么运作的 那么延伸应用到 我们自己个人本身 其实那九个环节 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在生活中努力的东西 所要创造出的价值 你要帮谁 你的客户是谁 你要怎么帮他 那你有哪些伙伴 你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 你的成本是什么 你的获利是什么 那就用这样的模式 在企业上面 在个人上面 都可以这样的 互相延伸这样运用 那接下来呢 我就举那个 获利世代这本书里面 一个商业企业的案子 那这个案子是 乐高公司 乐高公司的一个办理 那乐高公司呢 他们曾经呢 在卖这个乐高的时候 遇到一些困难 这个营运的这个过程 没有那么顺利 有一阵子 好像这个财务 还有一些危机 但他们后来 想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方法 他们自己呢 去思考说 乐高啊 他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很有名的一些玩具嘛 像是星际大战的人物啊 蝙蝠侠啊 法规骑兵那一些 电影的人物 卡通的人物 都在乐高里面 都有很多的这些商品 可以贩卖嘛 可是呢 乐高他如果说 只用自己的员工 只用自己内部的资源 去做这些产品 做这些玩具 终究还是有一个 这个极限在 他们的这个成长 还是没有办法 如投资人一般的预期 所以在2005年 他们去思考了一个东西 推出了一个服务 叫做Lego Ideas 那Lego Ideas 是一个叫做 使用者可以自行制作内容 还有一个 可以收集 大家好点子的社群网站平台 他们推出这个平台之后啊 他们就让所有的乐高使用者 可以去自己 把自己做的玩具 放上去 然后呢 有点像是放上去之后 可以销售给其他的粉丝 那么他们也在这个 社群网站上面 收集很多好的点子 大家就说 这个玩具 可以做什么样的内容 可以做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呢 他们就推出了很多 依据粉丝所提供的意见 所做出来的乐高组合包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社群 开始激发了大家的灵感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群众的力量 因为这些 很厉害的粉丝 他们也会自制很多的一些 乐高玩具 后来这些乐高玩具 甚至就可以开始变成 这个公版的产品 开始贩售 所以乐高公司 就善用这样群众的力量 用群众自己产出的内容 在进行销售 然后带来了下一波的 这个公司大幅的成长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商业模式图 来稍微分析一下 刚刚那样的例子 原本这些乐高的粉丝啊 跟消费者 他们就只是在商业模式图上面的 customers 顾客那一个区域 但是呢 乐高他就看到了这个机会 他把这些顾客 有一部分 始终的粉丝 乐中的粉丝 他把他转换成了 关键的合作伙伴 他把他们放到 key resources 把他放到公司的资源里面 因为这些人 他们厉害 他们这个对乐高非常的熟悉 也会做出非常好的玩具 所以这些人 这些customers 反而变成了自己的key partners 那让他们成为key partners之后 你的这个resource 你的资源就更多了 你就可以生产出 更多样类型的玩具 然后原本啊 乐高公司 跟他们的客户之间的关系 在还没有社群网站之前 这个关系是比较薄弱的 但是呢 他们就在公司的这个通路里面 这个channels 通路里面 增加了这一个社群平台 让这个通路 可以把这个粉丝的意见 跟乐高的公司之间 做一个更好的联系 这个变相的也提升了 乐高公司 跟粉丝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们的顾客关系也提升了 所以在这个商业模式图上面 你就可以去分析到说 他们做出了哪些变更 在哪些地方增加了什么 把哪些地方挪到了哪些地方去 那让整个商业模式的运转 更加的顺利 成长更加的茁壮 所以这个就是商业模式图的一个应用 那么像是乐高公司 他们会使用群众的力量 其实呢 我今天介绍的这两本书 他们也是使用了群众的力量 写出来的 好 这两本书的作者 都是两到三位作者 他们共同撰写 可是呢 这些书其实是上百个人的意见 所汇集而成的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本书 他们在写的时候啊 都是在网路平台上面 直接分享这本书的草稿 把这本书的内容 直接分享出来 任何对这个主题 有兴趣的网友 都可以交一笔很小的费用 就加入这个平台去讨论 然后给予这本书 这是他们的意见 所以呢 这些作者 他们就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 持续的去反复修正 一直去迭代优化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读起来很扎实 是因为说 这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的修正跟调整 而且是来自全世界 各行各业 本身就在这个业界啊 本身就在学界 有一些耕耘 有一些意见 有一些想法的人 他们所提供的东西 组合起来的 像是一个人的获利模式啊 这本书 它就是汇集了三百多个专家 共同参与之后的意见 所写出来的 那另外一本书 获利世代 它是四百多个专家的意见 综合之后写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本书 可以让我去读到的这个内容 其实都是大家已经调整过 把自己的资讯啊 互相的汇整之后 所结合出来的一个 这个执行的范例 那这个部分就会让我觉得 做起来很扎实 非常有感觉 因为这个 如果说这些人 没有给这些意见的话 可能原本作者的想法 还很粗略 那你做起来可能会觉得 这边好像还可以更好 还可以怎么样 但是这本书 其实让我会觉得说 它已经是被调整到 优化到了一个很棒的程度 所以说在照着里面的步骤 做的时候会觉得蛮扎实的 接着我就分享一下说 那这两本书 我们该怎么读 或者说你可以怎么样的去应用 第一本呢 刚刚介绍的获利世代 是一个比较商业概念性的 你可以先找这本书来看 去了解说商业模式图 是什么东西 理解背后的逻辑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另外一本 叫做这个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这本书跟我们个人比较相关 你先有了商业模式图的概念 你再来做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你就会对这整个商业模式 怎么应用在自己身上 有一个很深刻的了解了 那么一个人的获利模式呢 我的经验 大概是花一个周末的时间 你就可以照着里面的步骤 去一步一步的做完 我自己之前的经验是 大概用八张A4的字 八张A4的字 每一张你就可以去做书里面 一到两个练习 跟着这本书一步一步的做 所以这本书呢 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 工作坊的形式吧 就是你一个人的工作坊 你就可以去试着说 回答书里面的问题 把这些问题写在纸上面 一个一个的去分析 那书里面也有一些范例 它是会问你说 这个别人对你的意见是什么 所以说你有一些练习题 可能你要抛个问题 给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 说他们对你的想法是什么啊 他们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他们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 也可以从别人的一些想法 跟意见上面 获得一些属于你自己原本盲点 你看不到的东西 那我之所以会说 这本书很像一个工作坊 是因为在国外啊 他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是经营了很多场的工作坊 每一场的工作坊 就用这本书的步骤 去带大家实际的做练习 然后呢 再收集大家的意见 针对每个步骤 一直去调整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很完善的工作坊的 步骤跟流程 所以你在做这本书的过程 你就会觉得 好像是你也参与了 那个工作坊一样 只要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啊 大概一到两天的时间 这本书的步骤 慢慢地做下去 你就会完整地规划出一个 属于你个人的商业模式图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练习 我会分享两件事啊 一个是我个人怎么用 接下来是我之前 在公司带团队的时候 怎么用 好 我个人那时候 怎么用这个商业模式图呢 因为之前 在还没有读这本书之前啊 对于人生跟工作的 这个定义比较单纯 就是工作好像就是 为了赚钱可以生活 然后为了可以 过更好的生活 那接下来可以买房买车 单纯就是这样的定义而已 我没有在思考太多 但是透过商业模式图的 这个思考之后 我必须在那九个空格之间 填下来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所以会去思考更多更多的事情 包含说 你的合作伙伴会是谁啊 你有什么资源 你要提供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你要怎么跟你真正在乎的人去互动 你要怎么样帮助到他们 你要建立起什么样的通路跟管道 最底下才是这个成本跟获利 那这个部分就是除了原本单纯 关于金钱的思考 关于工作上面的一些思考之外 我会去思考更全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个人的商业模式之下 我就会去思考了 除了原本工作之外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 什么样的帮助 就是自己到底这个为何而战 可以做哪些事情 所以那时候啊 在做完了这个个人的商业模式图的 练习之后 我就发现了说 原来啊 在我原本的工作时间 在我原本的创造的价值 跟获得的价值 这个时间跟价值之外 其实我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时间资源可以去应用 那我就发现了 原来我那时候创造部落格之前 其实也是因为这本书 做完之后 我就决定要创造自己的部落格 因为如果我要这个帮助别人 要贡献自己的所长 然后也同时达到自我成长的目的的话 经营部落格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在我下班时间之外 一个很好 而且很简单 成本很低的方式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 贡献价值的这个目的 而且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关键活动 以及它是一个很好的通路 它可以帮我跟我的目标读者 帮我跟我想要帮助的人之间 建立起很好的这个顾客关系 而且呢 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一个我人生中很关键的活动 让我在这个下班之语 可以来进行 所以说这个商业模式图 是算帮助我在整个生活 跟工作上面的平衡 跟规划上面 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安排 那么商业模式图这个东西呢 它也可以帮助到 我们的工作内容的本身 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例子啦 我之前在公司 经营一个团队的时候 其实也很喜欢用商业模式图 那时候呢 我从新竹啊 转职到南科的时候 那时候要经营一个团队 要招募一些新的成员 那么呢 这个团队 其实是一个系统的自动化团队 比较偏IT啊 自动化系统 跟电脑啊 分析软体啊 还有分析数据相关的 一个专案型的团队 那这样的一个团队呢 其实以前啊 在我们台积电各个厂区 都有一样性质的团队 就是在北中南的工厂 都有类似性质的团队 那时候我是因为 完全一个新的角度 一个新的角色去接 这样的一个团队 所以我就去思考 别人之前有做过的 那个工作内容 可能算是我的基础而已 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 再发展出什么新的东西 我能不能提供一些 以前人没有提供过的价值 或者说我可以调整 团队经营的模式 变成它是一个真正符合 工厂需求的一个团队 所以呢 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算是一个 对于这个团队的新手 我以前没有带过 这个团队的经验 所以我就先去参考 北中南各个其他厂区 那一些老前辈们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团队 以前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 我就把各个厂区的一些经验 先记录下来 然后呢 把他们放到这个 商业模式图之后 我自己再去消化 就知道说 有哪一些东西 是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 有哪些东西 是我觉得很重要 甚至是有哪些东西 是我觉得 以前的人做的还很缺乏的 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用商业模式图 去规划出 我这个团队 应该要怎么经营 把这九个环节 写下来 我自己认为 应该要这么做的想法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方式 去规划出来了 这个团队 应该要怎么样运作 他应该可以提供 什么样的商业价值 给这个工厂 所以我就用这个方式 去规划出了 我团队的商业模式图 后来我就把这个 核心内容就整理出来 我就发现说 我经营这个团队 为的就是什么 为的就是要营造一个 很高度透明度 而且呢 没有阻力的一个 双向沟通平台 而且善用群众的力量 去补足我们工厂 营运的一些弱点 创造出更高的效率 更高产值的工作环境 所以透过这样的 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那再把这个理念 背后九个环节里面 分别要做什么事情 拆解下来 所以说 透过这样的分析 我就可以很清楚地 掌握到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 去补足我团队的劣势 以及呢 怎么去强化 我团队的优势 怎么样去跟老板 争取一些资源 然后也可以让我在 跟团队成员 沟通的时候 有一个很清楚的轮廓 大家也很知道说 自己在团队里面 扮演的是怎么样的角色 我们怎么跟顾客沟通 那会获取什么样的好处 以及我们要用 怎么样的一个资源跟伙伴 来达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透过这样的模式 从原本我对于这个团队 一无所知 就是一片空白 到画出这张图 然后呢 收集资料 最后整理出来之后 我就很清楚地知道说 我该怎么样 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团队 OK 所以说这个方法 帮助我订立了一个 短程的目标 也订立了一些 长程的一个作战方针 所以对于整个团队 未来的方向 会有一个更宏观的掌握 而且后来啊 有蛮多的其他同仁 也在问我说 这样的团队怎么经营 或者说有其他的 工厂的同仁也在问 那我就会用这张图 跟他们来说明 那一看就理解了说 原来这个团队 可以提供到 这样的一个商业价值 所以这也是我 把这个图放在 公司里面的一个应用方式 如果说你是正要经营 一个团队啊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试试看 那除了经营团队之外 如果你只是一个团队 里面的一个 算是你还没有带人的话 你即使是一个职员 用这样的一个模式 也是可以去做的 你也是可以知道说 自己在团队里面 扮演的角色 能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你能够应用的资源 你的跟你的顾客关系 是什么 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式 去建立起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规划 最后啊就是 这两本书呢 所介绍的这个商业模式 我觉得对我自己 在生活和工作中 有扮演了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它让我的一个 对于我观察到的 事情的灵敏度 提高了很多 就是我怎么样去看待 这个目前的工作环境 或者说呢 我去看待其他的企业 怎么经营的 其他人的网站 怎么经营的 其他的团队 怎么经营的 你的敏锐度会提高很多 以前啊 你可能看一些 其他的人家经营的模式 好像就只是物理看花 看到说 哦 他每年赚多少钱 他在做什么事情 大概就看一些 很表面的东西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把你 所有感兴趣的任何东西 你用商业模式 去拆解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他是这么运作的 原来他的关键环节 是哪些地方 所以啊 就变成说 在看待这个事物的方式呢 就不会再局限于 单纯的说 这个产品能够提供我什么 或满足我什么 而是你会去看到 这些产品啊 跟服务的背后 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透过这样子 你就可以去刺激自己 发想说 哪些元素 对你自己会有帮助 哪些模式 是你不曾想过的 更有趣的是 你可能会开始 就触类旁通了 因为你看到 不同产业之间 他的商业模式 竟然有相同的地方 或者是 同一个产业里面 不同的公司 他竟然有 不同的商业模式 所以这些东西 就可以给你 很多的灵感跟发想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商业啊 他并不是 单纯的卖东西 那么简单啦 这每一个 商业模式的环节 他都组成了一个 很复杂的网络 在旁人看起来呢 会是一个 复杂的状态 会是一个表面的状态 但是你仔细 把它拆解之后 你就会看到 他里面 真正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说啊 像是对我们个人而言啊 或者说 你在工作上面的经营 你会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你会想要 朝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 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你想要提供给这个工作 或提供给这个世界 什么样的价值 现在的模式适合自己吗 这些问题的背后啊 我觉得我都在 这两本书的 这个指引之下 找到了属于 我自己很满意的答案 最后啊 分享给大家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可以帮助你 跳脱一些框架的思考 这句话就是这样 当你关注于这个价值跟目标的时候 而不是技术跟能力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的发现 你在专业的选择上面 有更多的选择性 而这正是你转换跑道的起点 也就是说 到底你提供的价值跟目标是什么 而不是说你现在有哪些技能 你现在会哪些东西而已 你会发现说 为了达到那些价值跟目标 你可能可以允许自己跨出一点舒适圈 学习新的技能 接受新的挑战 那些技术跟能力都是可以养成 都是可以培养跟学习的 所以就不用把自己框在这个框架里面 真正重要的是 你能够提供什么价值 你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那个跟你的专业能力 现在都只是一个暂时 暂态的一个模式 你都有持续可以发展 可以学习新东西 接受新挑战的可能性 所以这句话就分享给大家 那这两本书呢 也非常推荐 如果说在这个一月多的时候 你还有时间 你可能可以挑一个周末 用一个人的获利模式 这本书进行一下练习 我相信你会得到 属于你自己很客制化 真的属于你的答案 OK 你不用跟别人去求什么 别人的标准化 别人的期待是什么 别人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那些都是别人的 而属于你自己 真正符合你心中的价值观 符合你心中想要的 你必须透过自己的练习 你透过自己深刻的 对自己的内心的探索 你才会发现 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所以呢 在这边就很大力的 推荐给大家这两本书 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两本书 给你参考了 那在节目的最后 一样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的五星评论 好 第一个听众 他的名字叫做 或许可以 他留的内容是 线上读书会的这集有够棒 那虽然说我很喜欢 瓦记一个人平时的分享 但是读书会这集 有三个人的讨论 所分享出来的激荡 也令我对于 蒙格先生的观念 更有印象 感觉更有趣 期待下一次的读书会 OK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他说的应该是 127集那一集的 这个线上读书会 那我是跟Jackie 还有June 他们我们总共三个人 一起来讨论这个 穷插里的普通尝试这本书 所以这个线上读书会的方式 是蛮有趣的一个讨论模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 127集 那下一次的线上读书会呢 会办在 2月16号 2月16号 那我会在Mixerbox的App上面 还有IG的这个页面上面 同步的直播 所以呢 直播的这个参与 可以在2月16号的时候参加 那我们大概会在一个月后 才推出剪辑过的版本 OK那这个是线上读书会的方式 也是我们新的尝试 再来的话是另外一个听众的留言 他的名字叫做 Tony Hoin TW Tony Hoin TW 他留的是2021的惊喜 在2021年看商业周刊 知道了瓦机的Podcast之后 在简单的尝鲜之后 发现内容非常的充实 可以看出瓦机分享知识的热忱 谢谢瓦机 我也推荐我的研究生们 去阅读你的Podcast 希望你的说书 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OK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那也很高兴 你会把这个Podcast 推荐给自己的研究生 OK真的是属于我的荣幸 非常的谢谢你 那也感谢你的支持 我也持续的做下去了 这个说书的节目 持续的带给大家 好那再来最后一位听众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听众 OK因为我在后台 看得到全世界各地的听众 所以说如果你在全世界各地 任何的角落 你都可以留言 我在后台都看得到的 OK那这一次这个听众 是来自马来西亚 他的名字叫做 人生探索者 OK他留言的内容蛮多的 他说这是2021影响最深的Podcast 你好瓦基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听众 在YouTube找电子阅读器影片的时候 很意外地发现了这个Podcast 那一听就一口气听了很多集 每一集都让我收获满满 自从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燃起了我对学习阅读的热情 以前啊读过的书只是当成一个美好的相遇而已 但是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开始去学习写阅读笔记 虽然说很没有方向啦 但是也是慢慢摸索之后 有了自己的方向写笔记 但是看到瓦基有开课之后 也没有犹豫太久就直接报名了 目前还在上课中 但是课程的内容很扎实 需要多一点时间好好地消化 那这个课程呢 也让我有更好的方向去阅读跟输出了 另外瓦基还影响了我开始动手 去写子弹笔记 之前呢 知道子弹笔记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就没有去好好的了解 可是跟随着瓦基的方式 也让我认识了子弹笔记真正的力量 现在每一天都习惯写子弹笔记了 最后想要好好的感谢瓦基的分享 让我觉得人生慢慢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OK 非常感谢人生探索者的这个留言 那我也要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说声好 因为我在后台有看到说 在马来西亚的节目收听上面 在马来西亚地区的这个收听持续的上升 所以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说声好 那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OK 那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他提到的这个课程是我的线上课程 话输入为输出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就持续教大家怎么样阅读 怎么样做笔记 怎么样输出成一篇好的文章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资讯栏里面 找到这门课程 最近也有很多的学员 他们学完课程之后 开始缴交了一些作业 投稿到网站上面发表 你会发现说 其实大家在经过一定这个程度的练习 跟还有这个课程内容交的东西 一步一步的用到自己的这个 实际写文章的方式里面 做笔记的方式里面之后 带来的成果都很有意思 所以我也把这个 大家的学员成果集的这个连结 放在这个节目资讯栏里面 那里面也会有一些学员 对于课程的评价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参考看看 那么节目到这边就进入尾声咯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然后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下五金评论 推荐给其他的听众 你也可以用行动支持我 一次性的或者是每个月 赞助99元 帮助这个频道持续的运作 如果你对于这个频道 有任何的想法 或想要问我的问题 都欢迎在节目资讯栏里面 找到联络我的方式 我每个礼拜 也会在阅读前哨站的部落格 分享一篇阅读心得 喜欢文字版的朋友 记得去订阅我免费的电子报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